一年之祭在雨春,一日之祭在雨晨 每一年的开始,人们都必须要先为自己定下一整年下来的一些目标 但是很习惯的就是,很多人定下了目标 往往就在年尾的时候呢,就在检讨为什么达不到目标了 其实人达不到目标呢,很多时候有一些真正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设定目标 这个是首要很重要的一个大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设定目标根本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所以就没有去设了这个目标了 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呢?他们设了目标之后呢,没有举以承诺 所以当他们设的目标无法完成的时候呢 至少对他们来讲,心理上会有些比较好过的 因为不需要跟人家交代嘛 那第四个呢,就是他们没有良好的时间管理 就会导致到在整个设定目标之后呢 没有一步一脚印的将这个目标给完成了 那么在整个时间管理要达成目标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将自己本身一整个目标 把它分化成为一个季度的目标 或者甚至是月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整个目标的设定下来之后呢 我们人必须要将自己本身所定下来的目标 把它分成比较细腻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以一个叫做行动计划表的方式 去把这个目标一一的去完成 那怎么样去规划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将将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事项 把它分为紧急还是重要的事情 那么根据这个时间管理向线分析工具来看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所探讨的就是呢 有一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非常的紧急的 就是在这个第一项呢 那第一项呢 重要也紧急的事项呢 就告诉我们说 这件事情必须要马上完成 必须要马上去做 如果不去做的话呢 它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烦恼 也会让我们本身呢 可能没有办法达成我们想要的一些目标 这个是第一现象 那么在第二现象来说呢 它是重要但是不是那么紧急的 也就是说 今天这次事项我们必须要去做 但是呢 不需要急着去做 但是我们可以规划 我们说很紧急 但是呢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呢 也就是说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烦恼 但是这件事情做了之后 却不会带来一些很大的效益 这些事情的话呢 可以免了 或者甚至交代别人做的 我们就把它交代给别人去处理了 那么来到第四个现象的时候 就是不紧急 也不重要的 那么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不如不做 那么如果你做了 可能就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了 那么现在我们探讨回去 为什么很多的目标无法完成呢 因为人大部分都喜欢做这下面这部分 第三和第四的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做这一些 在我们生活中 不会有很大效益的事情 或者甚至 我们把时间花在不该花的事情上 所以目标设定呢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 想要达到什么 如何规划时间 从这个行动计划表里面 一步一脚印 将自己的目标 一一地去完成